今年以來 國際間大大小小的災難 一波接一波 傷亡最嚴重的就是土恤大地震 而災難現場也可以看出人性的光輝 在敘利亞的一個小男孩 記得地震當時 爸爸立刻把他拋下樓 救了他一命 但是其他家人都來不及逃出來 還有土耳其災民請求暫停拆除圍樓的作業 因為他們還想要救裡面受困的毛小孩 這名敘利亞小男孩 意味在祖母懷裡寸步不離 因為這是他唯一的親人了 小男孩住在敘利亞西北部城鎮阿塔里布 六號清晨的那場大地震 粉碎了他幸福的家園 薩瓦迪撿回一條命 但他的父母和三個兄弟姐妹 全都壓在倒塌的瓦麗堆下與世永格 只剩他暫時欺身在倒塌房屋旁邊的帳篷 跟他同住的祖母說 一輩子沒看過這麼強烈的地震 當時的感覺就像世界末日 這場強震造成超過五萬人罹難 在經過半個多月後 幾乎不再有生還者 災區開始拆除許多半毀的圍樓 不過土耳其東南部最大城市迪亞巴克爾這處社區 卻有民眾抗議 要求暫停拆除 他們表示 還有十幾隻貓咪 狗狗和鳥 受困在斷垣殘壁中 應該先把牠們救出來 舊難人員後來大費周章調來直升機 終於就出其中兩隻貓咪 當主人終於和毛小孩團聚時 高興地喜劇而泣 這處社區大樓 有一百多人不幸在強震中罹難 能搶救出任何生命 對災民來說都是莫大的安慰 故事新聞周慧民編譯